台湾四面环海因此蓝碳成为企业探会选择之一 为此海保署与中山大学探权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办理说明会 邀请七位专家学者 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人士 从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倡议开始分享 吸引现场与线上约两百人参与 我们其实一直会希望说 怎么在那个海保法通过之后 在这样的议题下 其实怎么跟企业跟不同的团体去做合作 尤其是保育的议题 所以今天的活动其实是一整天的活动 那我们针对气候变迁的减缓跟调试 这两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大的着力 在早上的部分就开始针对蓝碳的方法学 蓝碳相关的这个趋势 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这个大家很关注议题 我在减缓这件事情 在海洋上面可以做什么 我们也希望政府大力的用公权力 介入这个减碳的活动 但另外一面我们也希望 民众能够自发的减碳 那自发减碳就是用市场交易的吸引力 然后让他们能够来从事减碳的活动 那这一方面也可能是跟企业 最容易合作的事情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企业 其实已经下蛮大的功夫 那蓝碳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蓝碳对我们台湾来讲 整个全世界的蓝碳 有三分之一是分布在 从台湾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到澳洲大宝礁 这一大块圈 台湾可以到东南国家去进行能力建构 进行能力输出 然后我们获得蓝碳 他们获得经验 然后我们获得人家的邦交 一起为地球的减碳能力 此外因海宝法在今年三度通过 让海洋保育行动更能依法有据 因此海宝署推出海洋保育ESG 专案四大方针 将从精灵 保育及永续的面向 让各方参与 公司协力推动专案 海宝署这边其实提出了 15个行动的方案 那包含了富裕的 包含了保育 包含资源利用 包含教育 其实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这样子方案的说明 所以希望看看说 能不能从这些行动方案里面 找到企业的需求 那一起可以攜手 去针对保育的事情 去做一个对接 或是做一个平台 那大概是今天的活动 所以也希望 可能不同形态的企业 或者甚至个人 如果觉得 我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不知道怎么着手 其实我们希望 透过这些的行动方案 可以多一些些 大家可以知道 怎么开始行动的这个管道 海报署期盼透过这场说明会 让各界对于蓝碳及海洋 保育有更深刻的理解 也能启动后续公司部门 进一步合作动力 共推海洋永续发展事务 记者云积分财报报道 对于蓝碳的金融 积分财报道